50辆兵力车大战劳斯莱斯背后竟然牵扯出一个资本大鳄 这个人在资本界被称为野蛮人 在商界被称为平头哥 他曾赶走万科集团王石 逼宫南波集团高管 硬钢格力集团董明珠 以1150亿身家晋升胡润富豪排行榜第4名 然而短短7年时间 他在资本市场折戟 在地产市场沉沙 昔日千亿富豪被强制执行250亿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经历了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老乔 欢迎收看老乔的巴特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宝能董事长姚振华 他拥有矛盾性格双面人生 既低调做人又高调做事 圆脸寸头之下是他的笃性坚强 和眉善目之中是他的作风很辣 他有多低调 据了解在此之前姚振华很少接受采访 为了让自己更加的鸡鸡无名 他甚至要求手下员工把网上关于他所有的信息全部删除 让别人在浏览器中搜不到他的名字 因为低调 所以别人对他少了防备之心 因为低调 所以他才有了日后的高调做事 以战成名 据了解 能代表他高调的一共有三件事情 而最后一件事让他背上骂名 第一件事就是著名的宝万之争 2015年姚振华为了争夺控制权 他用低价大肆收购万科的股票 一时之间 宝能系以25.4%的持有股份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面对姚振华的步步紧逼 王石怒火中烧 拍案而起 他在微薄痛斥其实强行入室的野蛮人 为了粉碎他的阴谋 王石四处奔走 找资本搬救兵 最终在两年以后抱上深圳国资的大腿 这场争夺战的代价就是 王石最终被迫下台 姚振华虽然计划落空 但他从万科身上竞赚589亿 这一结果让形势低调的姚振华名声大噪 一战成名 业内送他外号野蛮人 既然被扣上了野蛮人的帽子 那就索性野蛮到底 第二件事就是 齐席玻璃剑老大南波集团 2015年初 与万科一样 股本分散的上市公司南波A 沦为宝能围猎的对象 姚振华在资本市场疯狂扫货 多次举牌 最终成为南波的第一大股东 在完成这一步后 姚振华图穷匕首线 并通过逼宫成功上位 这一战致使南波集团董事长和六名董事 集体离职 第三件事就是入侵格力电器 据了解啊 在围剿南波集团成功以后 姚振华志得意满 他又打起了格力电器的主意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他却碰上了硬骨头 众所周知 掌舵格力电器的是拥有商界铁娘子之称的董明珠 业内人士曾称 董明珠走过的路连草都不长 面对姚振华的步步紧闭 董明珠也不惯着他 直接开炮 他在各大平台斥责姚振华 此次偷袭格力是破坏实业的千古罪人 如果说野蛮人这点帽子姚振华还戴得住的话 那么破坏实业的千古罪人的这点帽子 姚振华怕是扛不下了 面对铁娘子的强势回怼 野蛮人姚振华尝到了碰壁的滋味 这次偷袭格力也就不了了之 但在格力电器碰壁并没有影响他财富的暴增 据了解 2016年仅一年时间 姚振华财富暴涨九倍 最终以1150亿元身价 晋升胡润富豪排行榜第四名 看到这里有人就会问 姚振华敢单挑众多商界大佬 他的底气何在呢 老乔认为他的底气来源于两点 即赌性坚强和作风狠辣 先看赌性坚强 据了解 这四字一直贯穿着姚振华发家之路的始终 1992年 姚振华对赌自己的未来 他辞去铁腕腕 与弟弟姚建辉一起下海创业 当起了菜贩子 在这哥俩的苦心经营之下 蔬菜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1998年 深圳市率先开展菜篮子工程 姚振华筹准时机赌上全部身家 最终以菜篮子工程用地的名义 仅仅用了180万的代价 成功拿下两块土地 此时姚振华偷天换日 将之前的蔬菜公司 悄悄的变成了房地产公司 另外在关系的运作之下 他用移花接木 成功的将菜篮子工程用地 变为了住宅用地 至此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为了借到这股东风 他又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将到手的两块住宅用地 抵押给了银行 换取巨额资金 至此为止 小杠杆撬动大生意的套路 被姚振华玩得是淋漓尽致 为了能让更多的小杠杆撬动更多的大生意 姚振华集结力量 再一次对赌资本市场 2012年 宝能集团联合发起成立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至此为止 姚振华彻底入局资本市场 在他的带领下 前海人寿以月军开设一加的速度 迅速在广东省内便设机构 成立仅三年时间 前海人寿的保费收入就高达500亿元 正是由于其强大的吸金能力 所以他也成为了保能系资本运作的核心 以及日后保能野蛮扩张的底气 几次豪赌让姚振华的口袋也变得越来越丰满 其次再来看看姚振华作风很辣 他不仅对自己狠 同时对员工也特别的狠 据了解 当年为了入局保险行业 他把书店里所有关于保险的书全部买了回去 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全部看完 为了更快的了解业务 他不断考察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其次 他对员工也非常的狠 具体有两点表现 第一 为了让高管们尽快熟悉业务 姚振华逼迫他们每天必须看书 查找资料 而且定期实行考核 以及末尾淘汰制度 第二 为了逼业绩 前海人寿衡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就是谁能够快速赚钱 谁就是英雄 没有业绩的直接淘汰 正是这种苛刻的要求 才使得前海人寿的员工流失率居高不下 姚振华身上的赌性坚强和狠辣作风 是与生俱来的 这两点对于公司前期的成长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一旦公司做大做强以后 这两点会把公司的发展带向万丈深渊 事实上目前的宝能集团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 2017年 前海人寿因为险资违规被保监会做出处罚 受此牵连 姚振华也被进入保险业十年时间 前海人寿被处罚相当于宝能集团的聚宝盆没了 而带来的影响便是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首先就是宝能汽车激进瘫痪 全国多个造车基地疑似烂尾 员工纷纷加入讨薪大潮 其次地产项目也是微如雷乱 据了解在今年五月份 因为能偿还平安银行的贷款 宝能旗下被抵押的484套深圳宝能城一手房产被强制拍卖 总价值约54亿元 第三巨额债务也是焦头烂额 据了解宝能这些年的野蛮扩张 为其带来了一堆的烂账 目前宝能集团有息负债高达1918亿元 随着业务权限收缩 发展处处受阻 这将近2000亿的负债 也让整个宝能集团呼吸困难 当年的姚振华意气分发 赶走万科王石逼宫南波集团 偷袭格力电器 如今自己的处境却是四面楚歌 显向还生 当年他信奉城王败寇野蛮发展 如今城王败寇的现实 却要他来面对了 我是老乔欢迎点赞关注转发